王树青江苑说起秋舒贞,影像里还是赌神二里,那个身穿红衣,最高扑克牌的性感女神,最近,有网友玉秋舒贞,50岁的她一身休闲打扮,身材略微八幅,这样的她,却在网上遭到了漫漫,道夫女神狂了,很多媒体也用眼淡依然女神,身材却不容易, 不忍之事,这样的标题来嘲讽,按理说,吸引多年,生了三个孩子的秋舒贞,其实保养的算是不错了,虽胖了一点,但是笑起来还是没眼光啊,皮肤紧致,也很有光泽,说到底,网友们心中的女神幻灭,不过是,50岁的秋舒贞老了,她的身上没有一丝少女感了,每天都被新闻里少女感刷屏, 好像所有的形容词,只要有一个少女,就是对一个女人极高的赞誉,少女感意味着年轻,漂亮,有异性吸引力,从明星,再到普通人,少女感是人们的执念,灵异你,害怕变老吗? 英国曾经进行了一项涉及12个国家,超12万人的调查,发现中国人是其中最怕老的人群之一,现在,人们对于老的恐惧,不再局限于某一个特定年龄层,更像是整个社会的流行病,搜索矿里只要输入少女感,就有一大堆的女明星跳出来, 不管三十岁,四十岁,五十岁,少女感都是她们的标签,还有,网上各种文章,教女孩们如何保持少女感,曾经,猪鹰眨眼,青霞喝酒,祖嫌穿衣,张敏回头这些都是女星,闷经典的瞬间,现如今,少女感到成了人人通用的的人设了,前段时间, 在网上刷屏着周慧敏演唱会的照片,人们根本不关心她演唱会上唱了什么,但人人羡慕五十一岁的她掀气满满,依然似少女,颜值和身材完全掉打九五后,三十年前,与三十年之后,都是肤白貌美,先腰细腿,好像并没有太大变化,连网友都调侃自己已经人老猪黄了,有周慧敏这种少女感维持得好的, 自然也就有玩坏了的,如意转开播以后,在前面两集中,四十三岁的周慧饰演了十九岁的少女精英,引来众人的吐槽,网友觉得她脸崩了,声音低沉,容易出戏,说她年纪一大把却非要犯难,太违和了,甚至有网友,把她排进了压头窍的一员,是周慧的少女感不在了,还是这届观众过于严苛了,对大林女星来说, 全是年龄差跨度较大的角色时,班老总是相对容易的,但是半论吧,却是意义失足就成千古恨,不可否认的是,四十三岁的周慧,演绩是真的很好,但是,她也确实不再是当年那个,可爱又吉林的太平公主了,那么,有演技有颜值有流量的她, 为什么还要强了少女人设,因为,女明星们不敢丑,更不敢老,02当年,梅丽尔斯特里夫凭借川普拉达的女王,用的米兰达一脚,享誉全球,如今已连进古期的她,已就活跃在荧幕上,和三块广告牌,主演,十一夜的弗兰西斯·麦克多蒙德, 争夺奥斯卡最佳女主角,风头强劲,与此相反,在国内影视剧的大环境下,人到中年的女演员们,选择的余地很少,如果不演少女,就只能演少女的妈了,但演了少女,又免不了被嘲讽一番,三十九岁生完两个孩子的姚晨,在星空演讲中一度哽咽,是和我这个年龄段演员的戏越来越少,我的事业,已处于 十分尴尬的境地,总结起来就是一个字,嗓,宋丹丹也曾说,我到了三四十岁,基本上没人找我拍戏了,金马奖影后马思纯,也曾替奖文力打抱不平,说,我小姨现在都快没戏拍了,四十岁以上的女明星在家本中生存,那么三十岁以上的女星呢? 在沙海中饰演良安的杨蓉,就在微博吐槽,当下的影视环境让女演员不敢老去,三十家的女演员努力,维护着少女人设,害怕转型之后,被定一位中年女演员,变成了非常有名非常美,但没有戏演,如果女明星们不拗少女人设,或许就意围着失业,所以她们不敢老。 她还提到了一点,那就是,中国的市场上流行着少女恋爱的故事,观众也喜欢看少女恋爱,大家都不喜欢老,归根究底,是这个社会不让女人老。 林三在社会风气的影响下,少女感由此,成了无数人心中的执念,一些人甚至靠打针,拉个皮,刻意去遮掩,自己的皱纹和帅老。 可是,摔老真的那么可怕吗?在一次采访中,秦岚就对自己有清楚的认识,她表示自己的年纪,已经演不了太小的角色了。 她说,每个人都应该接受时光留下的痕迹,是啊,岁月对谁都无情,何妨坦然接受她的亏赠呢?杨岚也曾因为一张机场照片,被嘲笑像大妈,但是她却很释然。 在一次采访中,她说道,迟经一晃就过了二十年,脸上皱纹也出来了,但当我回头去看,我知道这二十年,我都一步一步做了一些什么,我觉得很踏实,所以我觉得可以相对从容地面对年龄的事情,也不忌讳谈自己多大。 我今年四十八岁,本命年,我很高兴能够有机会做这么多事情,有爱的人在我的生命里,当别的女人对岁月如临大敌,喝意的动力,不老,她却把岁月当成了朋友。 她脸上的皱纹,也成了她人生经历的印记,没有少女感,就意味着不美吗?不完全是。 但张子依嘴角和眉梢都有了细纹,拼火机也开始下吹时,也没有人会觉得她不美。 恰恰是这种经过岁月沉淀之后的,成熟女人的韵味,让人沉醉,如果衰老是一件无法避免的事情,那么,脸上爬满的皱纹,就是成长的骄傲的勋章。 在我们来了上,刘嘉玲曾被问到,最想回到哪个年龄?她说,我还真就非常喜欢现在的年龄,我不喜欢我以前那个时候,因为你很彷徨,你很不确定,你很不自信。 我现在这个状态,是我最跑满最自信的,是啊,我们摔倒过,爬起来过,得到过,也失去过,哭过,也笑过,经历过之后的那份从容自信,坦然淡定,是剧门的脸带都比不上的。 林四刘宇有句话,一个三十岁以上的女人为自己的年龄而自卑,本质上是在游河南人的世界观和审美观,我不能让他们得逞。 于飞鸿也曾指出一个很广泛的社会现象,亚洲男性的欣赏标准,老是停留在幼龄上,既然如此,何必要去迎河南人们喜好呢? 正如他所说的一样,爱怎么看怎么看,我根本就不关心他们。 在十三妖里,于飞鸿承认年轻的美好,但是却也欣赏每个阶段的女人,喜欢当下的自己,她甚至投射到武德坚的身上。 一个女人在四十岁之后,才在政治上,事业上,生活里都找到了自己的定位。 清醒的于飞鸿们,早就不再因为年龄而焦虑了,她有一套自己的处置的价值观,不为他人左右。 这种获达和通透,是年轻时候的自己无法达到的。 红颜易牢,岁月对女人尤其残酷,外表虽有损耗,但经过岁月沉淀之后,同时也是愿意,情商,智商的加持。 李宗圣在生命中的精灵中唱,我所有目光的焦点,在你额头的两道弧线,她隐隐约约,她若隐若现,衬托你,衬托你腼腆的容颜,你的容貌就是一张地图。 她记录着你读过的书,走过的路,爱过的人,不要因为年龄而彷徨,也不要因为外貌而自卑,外表的少女感能保持多久呢? 二十岁,三十岁,还是四十岁,岁月可以带走你的胶原蛋白,但她独不走你的自信和勇气,她也会给你带来成熟和沉淀,这本历经岁月之后的通透,清醒,自信,沉静,是任何时候都无法匹敌的。 希望每个人,都被岁月温柔以待,然后有养的老去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,转发,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